小嘴巴 大世界 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帶給你 120分鐘聲音鎖匙 打開無窮驚喜 世界除衣門 葉詠詩 開始歷史文化學堂這個環節 跟我們一齊穿梭古今香港 中華千年退變的 有來自香港不同的學校 有中學生 也有小學組的同學 跟我們就住香港市不同的專題 創作廣播劇 每次都會請這位嘉賓主持出現 給予一些意見 評語 甚至一些史觀我們 就是鄧家舟博士 Billy 你好 香港市學會總監 Billy 我覺得現在的同學 非常之幸福和幸運 上當年我自己都很喜歡歷史科 一路演習的時候 當然要記一些年份是辛苦的 都要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但就很喜歡把我帶回去以前的歷史時空 有擴闊我自己的想像 但以前就沒有那麼多東西玩 就不可以創作廣播劇 用一些不同的方法去加深自己的理解 現在的同學就多了很多這些渠道 是的 以前通常是平鋪席序 將一些史事去背重 去硬記 現在又多了除了劇作 無論是畫劇 廣播劇之外 甚至我們可以引用電腦 或者電子媒介的方法 幫我們去創作一些不同的東西 就是令我們用一種新的東西 一種新的技術 協助我們去投入和學習歷史 這是過往的年代 可以說兩三千年的歷史 都沒有出現過的方法 現在是不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去學習歷史 因為有很多工具 至少我們多了不同的工具媒介 途徑 再加上我們就算有技術也好 以往未必會將這些技術 去普及給我們普羅大眾 甚至將它變成一種學習的手法 所以大家我覺得 可以說 用多一些這些方法 去投入去學習的話 可能成效 比我們只是去背重 會更加來得容易 為什麼一直以來 學習歷史 都給人的印象 普遍來說 就會覺得比較膚躁一些 或者比較平面一些 這個跟我們一些習慣 或者史觀有沒有關係 有幾樣 第一就是 我們經常說中國歷史多 太多東西 都記不完 第二 我們中式的歷史學習 通常都覺得有一種時代的需要 譬如我們一讀就是自亂興衰 一定是說這些 我們記得以前有一本歷史書 叫做知智通鑑 為什麼要讀歷史 原來我們鑑古之今 因為可以幫助皇帝 或者從政的人有一種參考的作用 所以我們很早就已經將 中史 我們今天叫中史 將它設定了 它的工作就是用來 將來做行政的人所用的 我想 我都不是做行政的 我是做學生的 我知道這麼多這些東西 來做什麼 所以中史就比較著重吸取經驗 這個史觀 我們的學習方法 跟西史是不一樣的 所以很多同學都覺得 我們會對西史的興趣大一點 因為像聽故事 甚至我的投入的感覺 因為經常說 中史是很大的包袱 你要背負著中史 很沉重的 西史就反而是一種開拓 最起碼開拓了視野 於是大家就會看到 同樣都是讀歷史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個方法 因為本身 我們中西史學習的模式 就已經是有一個分別了 還有有時學習歷史 有不同文化背景 或者是中西之間的 不同的史觀 或者角度 都很有趣 如果大家有興趣 繼續去探索的話 不妨讀中史之餘 亦都涉及世界史 或者西洋史 你就會看到 什麼叫做不同的角度 什麼叫做過了很多年之後 都不介意再回到以前的歷史事件 有一個新的評價都不頂 是不停出現的 這個正正就是 很多人說 為什麼還要這麼多人去讀歷史呢 都已經定了 背來背去都是那些 其實正正就是 剛剛你說的 我們習慣了用一個角度 但當我們去連接世界的時候 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詞分 去參與這個時空的事件的時候 你會發覺 你會多了很多的看法 這些就令到我們 會對一件歷史事情 有一種新的詮釋 這正正就是 我們為什麼 這麼多代人之後 都還需要有歷史學家 和歷史研究的一個原因 是呀 非常之好的 作為我們今集的 開始的道論 Billy 我們先聽聽今集 首先出現的 這班同學 他們的創作劇目 抗日游擊隊 第一幕 在1941年12月8日 日軍進攻香港 日本陸軍第38師團 越過深圳河 進攻新界 日軍已經由深圳河南下 進攻香港 香港人欠了我們的同胞 我們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 不能袖手旁觀 說得對 自從1937年77事變之後 揭開了第二次的中日戰爭 我們中國同胞 每一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我實在不忍心 香港成為下一個受害城市 下一個南京 那不如我們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 派遣多一些精幹武裝 進入香港 大家一致抗日 好 第二幕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成員 就是東江中隊的前身 抗日戰爭期間 從200人抗展到超過6000位的成員 在1941年12月英軍投降之前 東江中隊與日軍進行了十幾日的擊戰 大件事了 香港總督楊武奇特使 在12月2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 12月26日全體駐港英軍都投降 有一些英軍還被日軍追蹤 其實日軍從空襲中環開始 我已經留意到皇家空軍在香港只有極小的飛機 所以日軍一早就已經奪取了香港的制空拳了 是啊 日軍只用了12天就閃距了九龍半島和魔鬼山 其實英軍都嘗試過努力保衛香港 至少駐港英軍都拒絕向日本軍隊投降 寧願和日軍在維多利亞港連一隔開炮戰 只不過在連場擊戰之後 勢女司令部失陷 羅信準著亦都陣亡 駐港英軍的反攻完全失敗 第三幕 日本成功戰舉香港 開始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據時期 1942年2月 日本在香港成立香港戰領地總督部 由機局連界中將擔任總督 日本人強迫華人離港回鄉 以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 可惡 真是可惡 天天不是吃薯根 就是吃木薯粉充機 你叫小孩子和我們這些老人家怎麼生存 阿婆 日軍規定實行食米配給制度 每人憑配給證 每日獲得米六兩四千 但是 那又怎麼救我們吃 我還看見有機民搶食 我看見有人撿街邊那些死屍 拿回家煮來吃 蛤 日軍還換了我們的錢和金銀 逼我們用日本軍票 將軍票定為法定貨幣 但是日本人濫發紙幣 結果導致通貨膨脹 軍票又不斷貶值 根本和廢紙是沒有分別的 不單止 旁邊的豬女 還被人逼了去做慰安婦 第四幕 1942年2月3日 以香港原居民為主的廣狗獨立大隊 在新界西港宣佈成立 而廣狗大隊 是東江中隊客客的一個分隊 各位港狗大隊的兄弟聽著 我們有個拯救中國同胞 英國人和其他外國人士的計劃 大家要分工合作 例如我們要拯救被囚的乃特尚教 其他英軍官兵和美國飛行員 我們統統都要教 至於拯救中國同胞的名單在我手上 當中包括中國教育界 新聞界 文化界人士 那夠不夠戰夫呢? 例如 賴廉士著士 奇德尊著士 黃國棟教授 還要說的? 當然全部都要教 廣狗大隊 廣狗大隊 在拯救英國和外國人士上 亦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共有20名英國人 54名印度人 8名美國人 3名丹麥人 2名羅威人 1名蘇聯人 以及1名菲律賓人獲得拯救 1942年4月 港狗大隊 隊員加強了對大原山野控制 7月 港狗大隊派武裝營員 50餘人到大原山 組建了大原山中隊 1944年2月11日 美軍飛行教官 克爾中衛 在軍閘騎德機場時 被日軍擊中 跳傘降落至觀音山 後得到游擊隊小交通成員 李錫仔等救助 才能逃出這個日軍的守保 綜合以上種種事情 抗日游擊隊 在香港抗日歷史中 扮演了一個特別和重要的角色 世界徐衣門 葉判思 120分鐘 聲音鎖匙 世界徐衣門 葉判思 我叫陳尚進 我是擔當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 成員4 平民4 和港狗大隊 4 我叫郭麗珠 我是當當 彭目8 我是蕭榮彤 我是飾演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 成員1 平民1 和港狗大隊1 這個劇本的歷史背景 是說在香港東江中隊 港狗大隊的時候 當時香港因為被日軍佔領 所以成立了一個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 對抗日軍 這個是我們課堂上學到的 這些是我們在學校課堂上學習到 關於香港的歷史 我們就是在一起放學之後 就上網找 最後就製成了這個劇本 而且我們對香港歷史是有興趣的 所以我們就會寫了這篇 其實它的劇本角色和情節 就是我們幾個人 因為對這一段歷史有興趣 我們就很想讓各位知道 有關於這一段歷史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一起去創作這個劇本 特別就是因為 好像是豬女為安婦那邊的角色 就是因為當時應該在那個環境下 那些人就應該不會 願意去討論這件事 因為他們害怕 所以我們就打算呈現這些出來 去讓各位知道有關於這個事實 我們在創作劇本的時候 就用了比較誇張的手法 去凸顯當時人民的苦放和心情 所以我們要用更多的時間 去投入和代入這個角色的感情 還有我們現在升上了高中 所以其實我們是比較少時間 是一起去討論 所以我們是為了寫這個劇本 而放棄了我們一些放學之後的時間 就一起去練習去找資料 這個就是我們的困難 其中一個令我最深刻的角色就是 《廣東人民抗疫遊擊隊成員1》 因為其實這個角色就是一個比較偏激 比較想為國去保護的人 我本身因為不是一個性格比較偏激的人 所以就比較難觸摸到他這個角色的心情 但是了解了之後我也都明白到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也都很敬佩他 令我學會了應該要去愛護自己的家園 而我的角色就是一位旁白 所以我要介紹一些故事的背景 所以我要練習我的發音要非常準確 還有我的速度也要非常平穩 但是我覺得透過演這次的角色 是令我的中文這個發音有進步到 也都要了解到這個抗疫遊擊隊的歷史背景 所以我覺得可以學到更多的東西 而我其中一個角色就是《市民4》 我是要知道更多才能更深入 才能進入這個角色和感受得更深 例如我要去訪問一些老公公婆婆 他們當時經歷過這件事的看法和感受 其實都會學到很多 還有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會變得更好 還有我對錄音這方面是比較少接觸的 所以在錄音的時候 我都要花多點時間去練習適當的語氣 謝謝人際醫院羅陳楚思中學的同學 為我們帶回這個題目 也非常值得研究 Billy 抗疫遊擊隊 尤其是近年也多了很多相關的資料 或者口術史 或者一些相關的文献 走出來 當我們說日治時期的時候 我們也多了一個面貌 我覺得這個劇 其實它用了三個不同的身份 第一個是抗日遊擊隊 第二個是平民 我們說一下當時社會怎樣 軍票、人食人等等 第三個是由遊擊隊 到東江中隊 我覺得同學 其實把這段歷史 當然它的重點是講了遊擊隊 但是如果我作為一個聽眾來講 其實可以在這個劇裡面 多一點點的介紹 遊擊隊是一種什麼的東西 遊擊隊在面對不同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的背景 第一個就是日軍侵佔香港 即是我們說十八天抗戰的時候 就有一班遊擊隊去抵抗這一批日本人的侵略 當香港淪陷之後 於是就轉變了另外一個身份 其實這個遊擊隊和東江中隊 根本就是同一批人 只不過因為我們因應的環境不同了 我們改了一個名字 我們叫做東江中隊 它有一個任務 之前就是人家打我 我們怎樣去抵抗它 現在我們已經淪陷 我們就要做另外一件事 將本地裏被日本人捉了的人 我們是要用一個特別的任務 就是救他們出集中營 於是如果這樣的話 在這裏如果能夠有一個介紹 讓他們知道這樣的過渡 那我做讀者就很清楚知道 原來這班遊擊隊 一直以來去到我們的和平 他們中間都做過很多不同的事情 還有一個默落 我們就會更加清晰 那都很難得的 因為同學剛才都說 除了要找資料 要梳理 整理劇本之外 原來都花了一些時間 跟當時真的有參與過遊擊隊的一些朋友 做了訪談 跟他們聊天 這個很難得的 是的 而且我都相信 這一批的同學 已經是最後一批 能夠再跟這班老人家聊天 因為始終時代隔得太遠了 很多都已經離世了 變成他們是有機會直接去 跟一些曾經經歷過這段歷史 甚至是參與過遊擊隊的人的面談 其實這個經驗 比起我們純粹只做一個劇 更加可貴 應該更深入 非常深刻 我一直都會記得 劇裡面 我發覺他們的著墨都花了不少的心思 其中一些篇章 一些章節 大家就會聽到 當時被日軍囚禁了 綁住了 甚至是困住了 有些什麼人呢 裡面數了 有很多不同國籍的人 不同身份的人 不同官階的人 甚至不同背景的人 有些可能是學者 有些可能是軍人 有些可能是政府的人員 原來都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呀 所以這個遊擊隊 其實這裡正正突顯了 遊擊隊的工作 是否只是抗日 不是 我們還要營救 營救的人當中 以我們剛才說的這些人物 我們看到 原來他們被人捉了 不過我們只要想辦法 就是拯救他們出來 我們這個工作 其實以往我們講遊擊隊的時候 就是打吧 總之打到來 我們就抵抗 我們以為很簡單 其實當中 在同學仔的一個劇裡面 亦都是多多少少 是展現了他們 原來都有任務的 不只是抵抗 那麼簡單 需要鬥志鬥力 亦都是為了一個家園 保衛家園 甚至要犧牲自己的性命 都在所不計 這種情懷 這種感應 現在聽回頭 都很感動 是的 而且始終我們要多一點解釋 為何會有遊擊隊 就是因為當時打到來 我們正規的軍人 不夠 或者已經投了行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我們只是束手以待斃呢 所以也有一批不願意 被人統治的一班人 就是我們秘密地去進行抗日的工作 這個秘密的意思就是 照常在日常的生活 你不會知道 我其實是一個遊擊隊 所以遊擊隊就是一種秘密的活動 亦都正因為這樣 就是我們為何在和平後 對遊擊隊所知的東西 特別少呢 因為根本就是他 根本沒有文獻的 亦都更加 有沒有文物 有沒有相片 可以看 說明打仗 還有秘密 怎可能會有這些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就不知道有他們的存在 透過他們的劇 透過他們去用這個做主題的時候 亦都將這一段歷史呈現出來 那Billy 如果大家想更加深入了解這一段歷史 甚至關於抗日遊擊隊的一些史料 有些甚麼方法可以找呢 現在我們都多了很多這些資料 包括出了很多書 一些訪談 或者口述歷史的紀錄 甚至有一些 我們都將它拍成一些訪問的片段 放在網上 基本上大家上網一下 可能打東光中隊、遊擊隊 就已經可以看到這些資料了 是的 所以開啟一線門、一個窗 我們經常都希望在這個環節裡 可以引領大家繼續興趣去探索 稍後回來 我們又看看今集出現的 第二組同學他們的表現 來到下半部分 我們又聽聽第二間學校的同學的表現 今次大家將會聽到的 就是一個小學組別的作品 聖工會主風小學他們的故事題目 就跟一位人物有關的 就叫做獅子山下之慈善企業家 田嘉並先生 本來在越南的公司 今年可以賺大錢的 怎麼想到交通出現了問題 找書完材料會突然中斷的 幸好田老闆你救了一段 由越南大地來人來這裡賺食 否則我們連飯都沒得開 還說賣養家 我做人就不忘本的 你們就是我的好科技 幫我打這個江山回來 我不吃你們都要吃的 就當然帶你們來人來這裡 因為你這麼多帳書 竟然沒有塑膠廠 這裡剛剛好就缺乏塑膠廠 好就等我在這裡設廠 做下這門生意先 老闆 你是個好老闆 又夠膽識 怎麼都會成功的 身為中國人 怎麼都要有些拼搏精神 我期望我的塑膠廠 搞得有聲有色的 老闆 我們這麼辛苦才建立了兩間 現在都算是龍頭的塑膠廠 為什麼有錢不賺 要來香港重新來 這裡一切都得來不易 你真的要好好想清楚 老闆 我在哪裡出生的 在香港 我的根本身就是在祖國 難道一生在異鄉好嗎 在別人的地方 永遠只是二等公民 更何況早兩年的六七暴動平息了 香港的工業剛剛起步 我想我也要為下一代著想一下 是時候帶我到寶貝子女 回去感受一下中華文化 讓他們記得自己是中國人 不是其他地方的人 老闆 你這樣的犧牲實在太大了 不如你想清楚先 這些不是叫犧牲 是我想將在這裡我學到的技術 和得到的資金 帶回香港發展 你們都很應該 將學了的技術帶回香港 建設我們的家園 我相信我們都會一番作為的 所有的能力是真偏無分的 我相信你還會到對方 既然回到你屬於自己的地方了 我恢復被大化了 我相信我們都會有個擺放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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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刺激 老闆 不用你說 我們都感受到了 聰明了 懂得看眉頭眼睛 其實 我心在香港 一直都沒有變過 老闆 可以下車了 這裡真的什麼都沒有 人都不多 這塊就是你看中的地 這裏叫屯門 來屯門這裏 是就是遠了些 雖然這裏現在只是一塊荒地 但是我就是由零開始 打造我們的生意 要令它由沒有到有 現在就由我們做起 由沒有到有 這裏只是一個小漁港 地有凹凸不平 一片爛地 最多是只有一兩棟準備起的公屋 還有啊還有啊 由市區運送材料來這個 這麼偏僻的地方 就是靠這條不完整的路 才可以送到來 多不方便啊 這條路是人和車走出來的 相信我啦 這塊是福地來的 老闆 屯門公路通車之後 旺山材料快了很多 我們的廠房多快 你給我看 嗯 填字塑膠廠 希望這五個市 可以振興這個小區的經濟 如果可以衝出香港 就更好了 打入國際市場好啊 老闆 你將來賺大錢 記得關顧多些我們這幫老神子啊 其實這麼多年來 我都有個心願家 如果我有錢 我真是希望用在街坊身上 錢在哪裏賺 就用在哪裏 做人不要忘本 我都曾經經歷過 艱窮的日子 得過十幾歲 就要撐起頭家 現在這一切已經得來不易了 我真是想為街坊做些事 貢獻一下社會啊 老闆 見你賣磚的方法 就一直覺得你是個恩實商人 現在你想貢獻社會 我真是很敬佩你啊 講這些 快點幫我想下有什麼做 又或者最需要人幫的是什麼 好像我們這樣 一生要靠努力打拼 如果你說有機會讀一下書 起碼懂多幾個字 你說多好呢 想起我小時候 只是讀了幾年書 都未畢業 又要當我伯爺打工 撐起頭家 真是想讀 都沒得讀下去啊 多遺憾 你剛才說得對啊 知識能夠改變命運 不如就讓我捐些錢 起一下學校 人人有書讀 你說多好啊 老闆 你說得真是好啊 好過我們要出賣努力 牛到十隻手指頭都掘上 咦 是時候開電視看看晚間新聞了 政府將實施九年免費教育 認識靈兒童 由小一至中三都可以接受免費教育 嘩 我們老闆真是有先見之明了 難怪這裏有不少學校都用他的名字來命名啦 不只啊 醫療 衛生 交通 民喻 社會福利 這麼多飯和民生有關 他都在這裡行線職德 回歸社會 一點都不誇張 對自己呢 幾十年都不捨得買健身衣服 吃又不捨得吃 佛老人家 孤寒自己 你說哪裏還有這些這麼接見的有錢人啊 這些才是真正富有啊 是心中富有啊 渴望是心中富有 嘩 老闆 你大回阿兄啊 我只是說出我心那句 我夠中要去學校 跟年輕人見面 聊聊天 拉近大家之間的距離 學校邀請我 跟那幫年輕人 說下我的人生經歷 讓他們知道 讓他們知道 成功衰撲降 香港的未來 就靠下一代去開創 我們呢 萬半帶不走 能夠將我們對這個地方 那份情 和那條火 留給他們延續下去 才有意思的嘛 現在什麼都說是機械年代 我們這些老技術 遲早被淘汰啦 長江後浪推舌浪 各社會這樣 才有進步的嘛 好感動啊 Billy 一邊聽這個劇 雖然同學年紀少少 聲音都非常幼嫩大 亦都可愛 但他們都注入了感情去演繹 田家炳先生的經歷 是啊 他們的內容很老成 很成熟 他們用一些字眼 成功衰撲幹 等等 萬半帶不走 萬半帶不走 很有見地 想不到小學生的同學仔 他在演繹這個歷史劇裏面 又有本地的情懷 又有一個時代的變化 可以交代到當時 社會在進步 又有一些個人的感情在裏面 他的演繹 都有一些超出水準的評分 非常之好 不錯啊 而且我覺得這次他們選材的角度 都挺有趣 因為我們說香港市的時候一些專題 很容易就說 不如我們就說一些歷史的大事件 又或者是以某一段的時間 作為一個背景 但這次就用一個人物 他的歷程 但其實就是側射了 亦都放射了 他所處的那個時代 究竟是身處一個什麼變遷的環境 是啊 用一個人物 將不同大時代的情況 是連繫出來 這個又有些特別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以往我們說歷史很多時候 都是平鋪席序 大時代就這樣 一直發展下來 而這次就用一個商業的人士 這個也是我們過往小見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說政治人物 軍事人物 這次我在一個大時代裏面 我作為一個商人 在一個風潮之下 我怎樣去面對這個社會 他這個有一種在地感之餘 是很活生生地 我們現在生活就這麼艱難了 我們只能夠就是拼搏 大時代我們處理不到 不過在這樣的環境下 我用我的方法去成就我的事業 如果我有事業的時候 我又去做一些社會上的服務 我看到哪裡 這個是那種貼地感 貼心感 是過往我們比較少會接觸得到的 是啊 非常之不錯的一個演繹 稍後回來我們就聽一下 同學他們自己的感想 然後再給他們一些評論 世界隨意門 葉半師 120分鐘 聲音鎖匙 世界隨意門 葉半師 大家好 我是5B班的楊子林 我飾演的角色是新聞報道員 現在由我講一下劇本虛構的角色 情節和虛構的原因 劇本裏面幾個下屬的角色 剛剛好可以襯托上田博士 不單止是一個好老闆 而且還是一個試下屬 好像親人的老闆 他會擔心員工的身計 是一個有人情味的好老闆 我在錄音過程遇到的困難就是 會怕讀錯自然影響到整對人 而我在錄廣播劇 適見角色的心得就是 我更加了解新聞報道員 要做些什麼 還有會多了看新聞 而我錄音後的得著就是 我認識和知道了怎樣錄廣播劇 也更加逆識田家冰先生 生前做我的善事 我是吳B班的李欣晴 飾演的角色是下屬一點 我會說一下探究歷史的過程 和我們資料的出處 我們可以在網上畫一些 和在老師口中得知 一些有關田博士的資料 覺得我錄音遇到的困難就是 我會很怕說錯字 就會累到整對人 都是會有一點心理壓力的 而我覺得 聲演角色的心得主要是聲線 要誇張一點 聽眾就可以聽得入神一點 而最後錄音的得著 雖然我是第二次錄廣播劇 但這一次可以令我認識到 田博士生平的事 所以我覺得是最有意思的一次廣播劇 大家好,我是吳B班的李家園 我飾演的角色是下屬B 我在這次錄廣播劇 那時候遇到的困難就是 我要忍笑 因為有時同學讀錯字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搞笑 一笑就會錄到你的笑聲 令到全部人都錄不到 我又要重新錄多次 而我這次錄音後的心得 就是讓我知道田先生 生前做過的善事 和他做過些什麼 可以貢獻到社會的事 我是吳B班的張家榮 我飾演田家榮這個角色 首先就由我來講一下 這個劇本的歷史背景 田家榮出生於廣東大埔古野鎮銀灘村 自有家貧 16歲就已經要養家 他首先建立太陽磁土公司 成為越南最大的磁土供應商 去到1939年日本佔領汕頭 他就轉往印尼從事塑膠工業 1958年 因為逃避印尼的排華風潛 以及使得兒女接受中華文化 一起移居香港 在屯門創立田氏塑膠廠 後來成立田氏化工 協助香港的塑膠產品進入國際市場 田家榮以報效國家為自己的任務 他略於進行慈善公益事業 並特別中施教育 於1982年成立田家榮基金會 支持教育質素提升項目 推動國家發展 在他的努力之下 建立了不少由田家榮明明的學校 我在錄音遇到的困難就是 我經常說話會哩哩哩哩 令到全對人都要重錄一次 而我飾演角色的心得就是要理好自己 聲線救 錄音之後的得著 我除了可以念念自己的自信心 還不了解到田博士這個 這麼有人情味的人 大家好 我是5B班的黎諾堯 我飾演的是夏屬A 現在由我講一下劇本創作的意念 和人物塑造的意念 田博士是一個有黑苦和有鬥心的人 面對困難都會想盡辦法去解決 正正就是獅子撒下香港人拼搏的寫照 他不單單只是在企業上的承蹤 而是他能夠回饋社會 這份生意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 我在錄音遇到的困難就是 我會怕說錯字 令到整對人都會要重錄過 我在聲音感色的心得就是 要大聲一點說話 如果不是聽眾就聽不到你在說什麼 我在錄音後的登著就是 我知道廣播劇原來的聲線是很重要的 大家好 我是B班的鄭一力 我飾演的角色是夏屬C 我們覺得創作劇本的時候 需要就田博士的經歷和香港的大事結合 也要注意真實性 錄音的時候我覺得要保持安靜的時候有點難 因為有時想笑 有時又怕蠍子的時候會弄到聲音 在聲演角色我的心得就是不要緊張 好像練習一樣放鬆就可以了 錄音之後我覺得錄廣播劇要誇張一點去表達 因為聽眾的專注力全部都在耳朵那裡 我覺得同學都已經非常成熟了 跟他們的分享之中的心得都很適合 Billy一直聽 而且我感受到每位同學都說 我很怕唸錯字 然後影響其他人 這個團隊的精神其實很重要 是好像整隊人都很緊張這件事 我們不要弄彎它 所以我們都看到同學很有心機 很投入去做這個劇 值得一讚的 剛才有同學都有提到 在劇本整個創作的過程之中 要注意就是怎樣把個人的經歷和那個時代要緊扣 還有要有一個真確性 我覺得這些都兼顧到 我們都覺得很安慰 小學生都有這麼厲害的水平 很厲害 再補充一點整個劇的人物 和當中它反映那個時代的背景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編章 就講到就是田家病先生 為什麼會選了來香港 下次立他的事業 以及選了屯門這個地方 其實亦都是輻射當時香港的一個歷史的進程 是的 尤其是在戰後的社會 因為都已經打完仗了 很多東西都需要去復甦 其中一樣就是工業的發展 所有的物產其實都是相當破爛的 所以就需要透過工業去提升 而當時尤其是在上一個世紀 有兩件的物件的創立 就是發明是很重要的 一個就是石屎水泥 一個就是塑膠 塑膠因為它是一個很輕便的東西 在很多方面都會用到塑膠 所以在戰後我們需要大量的工業發展的時候 其中一樣東西就是塑膠的材料 將它變成了無論在工業 生活的任何層面 乃至到飲食上面 我們都會用到它 但是當時那個地方 在市區其實都沒有這樣的空間 可以設立一個大型的廠房 所以它就選擇了在屯門 所以在屯門當時一個尚未開發的地區 可以說它選擇了來做開放牛 我做第一個開放牛 在這裡建立了一個廠 而這些塑膠的原料 不單止是可以給我們本地的居民用 亦都可以是向世界 利用香港這個優勢 就是向世界輻射出去 形成了我們曾經 在香港是一個塑膠的大根本的基地 把塑膠輸入世界的地方 所以在香港來講 或者世界來講 這個塑膠業 包括田先生創辦的公司 都成為世界一個很重要的品牌 所以我們往往去看歷史的時候 有很多角度去設入 從人物的成功奮鬥故事和歷程 其實都是其中一個 是否相對比較容易一些 或者人家會有興趣一些的角度 因為人的過程 就會有很多的起承轉合 有感情 有很多的很戲劇性的東西 原來又不是它純粹是個人的運動 它的經歷又在影響香港 甚至在影響世界 所以它的內容很豐富 我相信同學們如果要研究歷史 其中一個有效的方法 就是以人物或一個地方 作為他們設入研究歷史的起點 都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是的 這個劇也有提及 成功建立自己的事業之後 如何取資社會 就用諸社會 希望可以回歸在自己有份 做就自己成功的地方 尤其是通過教育的一些協助 這個都是 經常都提醒我們 發財之後要立品 這個社會的責任 都重新提出來都是一件好事 是的 尤其是在那個年代 社會沒有那麼多福利的時候 我發財了 我也除了照顧自己身邊的朋友 也都要照顧社會 地區裏不同的人 所以你看到同學提出了一件事 九年免費教育之前 原來田先生已經很賣力去做這件事 這個正正也是他的眼光 和色見 和他的胸襟 這集我們先聽到這裡 下星期同樣時間 繼續聽聽其他同學 他們又就著不同的主題 創作的廣播劇 世界隨意門 葉伴思 小嘴巴 大世界 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帶給你